高三大年,爸妈闹离婚,逼我和姐姐做选择 前世,姐姐选择有钱有势的扎爹 以为能过好日子 可扎爹早有了私生子,只把他当工具人 他被继母陷害,高考失利 还被爸爸逼着去陪老男人 染上一身病后被扫地出门 而我跟着妈妈一路高歌猛进 考上理想大学,嫁入豪门 连爸爸都要巴结我 姐姐疯了,在家庭聚会时,堵死了全家 再睁眼,我们回到了爸妈宣布离婚的那天 这一次,姐姐抢先选择跟妈妈 把我推给扎爹 可她不知道,爸爸虽扎 妈妈却又穷又疯,跟着她更惨 你,我选妈妈 不等爸爸把话说完 姐姐就抢先一步搂住了妈妈的胳膊 还故意挑拨离间 妈,妹妹说她不想跟着你吃苦 可只要跟妈妈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妈妈欣慰地摸了摸她的脸 还是慢慢贴心 说完又丑了我一眼,好像我对怕了她似的 我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姐姐 毫不犹豫地走向爸爸,牵住了她的手 爸,我们走吧 她看我对她没有任何谴责和抗拒,有些惊讶 因为之前我妈跟她吵架,我都是帮我妈的 到时候我姐一直跟她亲得很 她忍不住问我姐,漫漫,你真的你妈 我妈刚要急眼,林漫漫就一正言辞地说 我最痛恨出轨渣男,绝对不会跟你的 我爸被噎的脸都轻了 看到我妈得意的样子,黑着脸把我拉走 刚离开家,姐姐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林弯弯,这辈子换我来架豪门 你就等着去陪恶心的老男人吧 虽然她秒撤回,但我还是看到了 我勾了勾唇脚,果然重生不代表化了脑子 她以为跟着妈妈,就一定能嫁入豪门 走上人生巅峰 殊不知,妈妈就是个控制欲强到爆棚的疯婆子 尤其是跟爸爸离婚后 她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稍有不如意,就会打我出气 在她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 我没发疯,简直是奇迹 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这份坚不可摧的抗压能力 二,我和姐姐就读于市里最好的高中 这所高中卧虎藏龙 大多都是家世显赫的富二代官二代 只有极少数是凭借优秀成绩 被吸纳进来的普通家庭学生 扎爹的林氏集团一军突起后 我和姐姐也凭借超能力进入了这所高中 但我们俩的成绩一直在中流徘徊 毕竟我爸和我妈原本计划高中毕业 就送我们出国留学 给我们报了各种兴趣班 对高考那些科目的要求并不高 可我知道,从他们离婚那一刻开始 我和姐姐便彻底告别,躺赢人生 爸爸有了新家庭 还有一个比我们小五岁的私生子 正在读初中 妈妈离婚并没有分到多少财产 她还是个超级伏地魔 有点钱全给她娘家弟弟 换言之 我和姐姐已经失去了富二代的身份 以后只能靠自己 姐姐把嫁给苏明当成了人生救赎 她想方设法打探苏明的喜好 按照她喜好的样子打扮自己 给自己立人设 为了打造她苦情小白花的人设 不惜拉我下水 她到处跟人哭诉 爸爸出轨抛弃妻女 她和妈妈凄惨无助 而我却为了享受荣华富贵 背叛她和妈妈去跪舔出轨扎爹 在她大力宣扬下 我成了白眼狼妹妹 学校论坛骂我的帖子盖了几百楼 可我既不反驳也不澄清 都高三了 毕业后各奔前程 有些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 我才懒得管他们怎么看我 更何况 我的确贪图我爸的钱 还想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占为己有 高考 是我夺取林氏集团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前世已经经历过一次高考 可毕竟毕业十年 很多知识点都记不清了 我必须要抓紧时间不起来 为了避免跟我姐一样 高中毕业就被迫参加各种酒局 最后惨遭继母算计 上了老男人的床 连联姻的价值都丧失殆尽 彻底沦为了继母替他儿子铺路的工具 我爸是个极好面子的人 他重男轻女不假 但一个高考状元女儿的价值 他还是很看重的 前世我考上清华后 他一直想办法跟我套近乎 试图挽回妇女感情 我也借着他这块跳板 顺利嫁给了苏明 不然以苏明跟他爸一脉相承的凉薄心形 怎么可能会娶一个除了美貌 一无是处的女孩子 可我姐并不理解这些残酷的真相 她满心幻想着 豪门少爷爱上贫穷励志小白花的浪漫故事 用尽各种手段在苏明面前表现 学校组织篮球赛 一向不爱运动的林曼曼却报名了 因为苏明的一大爱好就是打篮球 而前世我就是在这次篮球赛上 得到了篮球女神的称号 彻底征服了苏明 可这次我没有报名 因为我不再需要苏明这个快跳板 不必再费尽心机讨好他 林曼曼发现我没报名 赶紧过来试探我 你不是很擅长打篮球吗 你怎么不报名 我头也不抬的继续刷题 没空 要学习 林曼曼一把夺过我的试卷 要不要我透露明年高考的试题给你 我可都记得哦 我冷冷的看着他 把试卷还我 他被我吓到了似的 下意识的松了手 我脸眸继续埋头做题 他开始试探我 弯弯 你也是重生的吧 我扫了他一眼 你有病就去治病 别在这里胡言乱语 打扰我学习 他满心狐疑 却也没有证据证明 我跟他一样是重生的 你真不参加篮球队 苏明要当女队的教练哦 我只当没听见 林曼曼松了一口气 他大概觉得 这次篮球女神非他莫属了 可惜他忘了 我之所以能拿到篮球女神的美誉 可不是单靠美貌 而是我带领13班拿下了冠军 还以30分和16次助攻 拿下了最佳MVP 对于高中时代 年轻热血的男孩子而言 这样的女生才足够耀眼 更别提对篮球爱得深沉的苏明 听同委女队成员的同桌说 林曼曼借着放学后集训时间 跟苏明关系越来越近 苏明还亲自接送林曼曼上下学 我问他 林曼曼篮球打得好吗 他翻了白眼 他狗屁不通 跑几步就要他命似的 还要别人传球给他 要是我们不传球 他就说我们排挤他 服了 这次篮球赛 由体校的老师来观赛 表现出色的 可能会被体校教练选中 所以很多想考体校的体育生 都积极参与 我们班也有两个体育特长生 这次比赛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林曼曼虽然练了两个月 但技术依然不过关 只能作为替补坐冷板凳 可林曼曼怎么舍得 错过这么重要的出风头机会呢 上半场还没结束 其中一个体育生突然倒地不起 被紧急送去校医院 林曼曼立刻申请上场替补 队长犹豫不决 林曼曼就大声问他 我最近这么努力训练 你却连上场机会都不给我 还说不是故意排挤我 他的声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队长顶不住压力 只能让他上 林曼曼上场后 表现非常积极 然后上半场结束 我们班从领先对手10分 变成落后3分 气得全队脸色都黑了 作为教练的苏明 直接把林曼曼骂了个狗血领头 林曼曼却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大言不惭 我刚上场 有点紧张 下半场会好的 苏明没有给他机会 下半场让另外一个替补上了 可他上场不到两分钟 脚扭伤倒地 从他的鞋底发现了图钉 这下再傻的人也知道有问题了 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林曼曼 他一脸无辜 你们这么看 我干什么 怀疑我 到底没有证据 再无可替补的人 只能让林曼曼顶上 毫无意外 下半场输得很惨 结束时 林曼曼竟然先发难 肯定是有人故意捣鬼 先整垮我们的核心队员 又弄伤替补队员 我也一直觉得肚子疼 浑身无力 到底谁这么恨我们啊 他一边抹眼泪 一边把目光投向在角落里 带着耳机听英语的我 三 今天的水是林曼曼负责送来的吧 有人提了一句 林曼曼立刻说 快查一下大家的水有没有问题 最后从体育生的水里 查出了泄药成分 林曼曼便一口咬定 肯定是我为了跟他赌气 故意坑大家 曼曼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拿集体荣誉跟我斗气 太过分了吧 你知不知道 大家拼命几时间训练有多辛苦 他一边抹泪一边指责我 我同桌立刻替我辩解 弯弯不是这种人 他没理由这么做 怎么没理由 他暗恋苏明 知道我和苏明走得近 他嫉妒 林曼曼立刻给我扣上一顶大帽子 恰好这话被苏明听见了 他看向了我 目光里带着显而易见的嫌悟 我明白了 林曼曼知道 自己无法靠打篮球脱颖而出 故意想出来这么个馊主意 想踩着我 夺取苏明的同情 顺便为他篮球赛上糟糕的表现 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他要是把这点小聪明 用在学习上 就算上不了清北 985还是可以搏一搏的 我不免替他感到遗憾 继续埋头听英语 林曼曼 你不解释一下吗 刚从校医室回来的体育生 大声质问 他作为体育生 为这次比赛付出了很多努力 可第一轮就惨遭淘汰 他能不恨吗 我摘下了耳机 看着他 解释什么 你有没有在我水里下药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 说我被人下了泄药 他拿出化验单给大家看 还有我鞋子里的图钉 也是你干的吗 替补那位也很愤怒 我若有所思 问要不报警吧 所有人都傻眼 没想到我这么高 林曼曼的脸色瞬间慌了 结结巴巴的说 这点是至于报警吗 我笃钉的点头 给同学下毒 网人鞋子放图钉 是故意伤害罪 警察叔叔办案经验丰富 肯定能查出真相 到时候该坐牢坐牢 该赔偿赔偿 林曼曼听到坐牢 腿软了一下 强称着说 你只要道歉 大家都会原谅你的 何必把事情闹大 我吃笑 不是我干的 我为什么要道歉 报警还我清白 也还两位受害人公道 不好吗 同桌也帮我说话 肯定不是弯弯干的 他天天埋头学习 根本没关注过篮球赛 今天送水 还是我硬拉着他去的 谁往那一放他 就去观众席了 他没参与发水 怎么知道该给谁下毒 高子涵鞋子里的图钉 放松足步的 对吧 你还特别殷勤的 帮大家把鞋子摆放整齐 你平常可是最嫌弃 大家运动后的脚臭味了 众人的目光 朝林曼曼看过去 他紧张的脸蹭的就红了 白口莫变的时候 只能挖的一声哭出来 我好心帮大家拿鞋子 竟然还要被拖脏水 我要是想害人 干嘛不害队长和其他人 反而害一个替补 我漫不经心的说 主力队员已经损失一名 只有两名替补 高子涵受伤离场 就剩你 话说到这个份上 大家都明白了 气得篮球队这些人 恨不得撕了林曼曼 我要去告诉老师 不行 我要报警 体育生最气 坚持报警 林曼曼健壮 直接跑到了窗台上 好 你们都不信我 那我就以死明智 都是高中生 哪里见过这样寻死迷活的场面 立刻被他吓住了 班主任很快赶来 喊他下来 有什么委屈 可以跟他说 林曼曼就哭诉我 带头霸凌他 污蔑他 还说自己多么无辜 多可怜 班主任逼着我和篮球队 几个人跟他道歉 都是同学 总不能睁看着他跳楼吧 尤其是你林曼曼 林曼曼是你姐姐 你忍心看他死 队长和其他队员 都感到很憋屈 但也不愿意看林曼曼跳楼 只好跟他道歉 只有我 维持着古井无波的表情 他要是有勇气死 我就陪他一起死好了 谁让我们是双胞胎 注定同生共死 说完 我起身 走向了另一个窗台 笑着跟林曼曼说 数123 一起跳吧 4 他被我的表情吓到了 双胞胎之间的特殊感应 让他知道我没吓唬他 也不是说笑 林曼曼终于怕了 你 你疯了 我对同桌使了个眼色 他趁林曼曼注意力分散的时候 一把将他拉下窗台 压在地上 不愧是学体育的 有霸子力气 林曼曼被他压在地上 都喊救命了 班主任狠狠批评了林曼曼 并且喊了我妈来谈话 我妈听说 林曼曼在学校折腾了这么多事 气得浑身颤抖 当着一众同学的面 就对他左右开弓 打得林曼曼鼻青脸肿 要不是老师拉得快 林曼曼能被他打出内伤 都高三了 你不好好学习 还搞七搞八 你想死啊 要是下回月考 考不过你妹妹 我就打死你 他撂下狠话 就拉着林曼曼回家了 见识过我妈的风劲以后 班上同学都同情地看向我 似乎明白我 为什么选择我爸 同桌也偷偷替我松了一口气 跟着你出轨的爸 也好过跟着这样的妈 太吓人了 随后他又忍不住同情林曼曼 林曼曼可能是被你妈折磨的精神扭曲了 正常人谁在学校搞这些阴谋诡计啊 他的话我不置可否 这都是林曼曼自己的选择 上辈子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折磨 可我从来没有主动伤害别人 不过林曼曼因祸得福 苏明因为同病相连 竟然开始主动关心他 两人没有官宣 但已经是同学们公认了一对 林曼曼很开心 主动来跟我炫耀 我还是成功了 苏明是我的了 我呜了一声 继续埋头做题 他见我反应平淡 很不满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极度的要死 可是苏明现在很讨厌你 他看都懒得看你一眼 我抬头笑着问他 你跑到我面前来炫耀 是希望我跟你争吗 姐姐 要是我认真要跟你抢 你觉得谁能赢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一抹心虚在他眼里浮现 却还要强作镇定 笑话 当然是我 我不置可否的先先嘴角 指了指窗外 苏明正被一个学妹拦着要微信 林漫漫终于顾不得跟我赌气 赶紧跑出去宣誓主权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林漫漫一心扑在苏明身上 很少来招惹我 我终于耳根清静 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上 上辈子被我妈折磨 又要做家务 又要兼职赚钱 每天不得不熬夜学习 这辈子跟着扎爹 他虽然并没有多爱我 但金钱和自由都给够了 继母也因刚尚未成功 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 和前世一样 玩起了捧杀的把戏 我爸看我们俩相处融洽 自然高兴 但继母的亲儿子林济昌 却很不爽 开始针对我 只可惜手段过分幼稚 比如把他妈给我买的衣服扔掉 在我学习的时候 故意搞出很大的动静 往我书包里塞死虫子 往我被窝里丢毒蛇老鼠 我只是默默地 把他做妖的监控视频 拿给继母看 继母还想继续装贤良后妈 狠狠把他骂了一顿 逼着他跟我道歉 正处叛逆期的林济昌 怎么可能对我低头 反而大发脾气 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 扬言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最后把我爸给惊动了 我只是默默坐在沙发上流眼泪 林济昌有恃无恐 叫嚣着要把我赶出家门 爸 今天你要不把他赶走 我就走 五 继母假意劝 小昌 你不能这样 他是你姐姐 也是你爸爸的女儿 你不能跟他好好相处吗 林济昌冷哼 我凭什么要跟他好好相处 我看到他就烦 林家以后还要靠我 他应该要夹着尾巴做人 怎么敢在我面前猖狂 我明显看到了 继母眼里闪过诡计得逞的得意 但他却故意大声斥责林济昌 还假惺惺地搂着我的肩头 说早知道当年生个闺女好 闺女贴心 他越是这么说 林济昌就越恨我 越狂躁 直接冲进厨房拿刀出来 说 他要不走 我早晚一刀捅死他 大不了我去坐牢 这下可把我爸吓坏了 他急忙哄着林济昌 你快把刀放下 有话好好说 我也继续拱火 你敢捅我 好啊 我就在这 你捅吧 我爸见我们矛盾无法调和 终于退让 他当然舍不得自己的儿子 只好委屈我 弯弯 你要不回你妈妈那去 以后我每个月定期 给你打抚养费 听到这句话 继母和林济昌都安静了 继母的嘴角比AK还难压 林济昌得意地哼了一声 我泪眼模糊地看着我爸 哽咽问 爸 你不要我了 眼泪掉得很凶 内心却一片冰冷 幸好我从来没有 对他抱有任何一丝期待 不然现在该有多心痛呢 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只是说 你和你弟闹得这么凶 爸也没办法 你弟还小 你让让他 我问 可是我妈 他现在恨透了我 他不会接纳我的 我爸满脸为难 问 那 我主动提出 爸 我不住家里 你给我在学校附近租套房子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这么懂事 他既欣慰又充满愧疚 所以他背着继母 把学校对面小区的房子 过户给我 精装房 晾了好几年 随便找人打扫一下 就能入住 我拿着房本 高高兴兴地搬了家 临走前 我抱着他哭得很惨 爸 你有空能不能经常来看看我 到底做了十几年妇女 他对我也并非毫无感情 加上逼我离开家 独立生活的愧疚 把这份感情拉高了不少 于是 他又给我支付宝赚了五十万 临走前红着眼圈嘱咐我 弯弯 有事就给爸打电话 他一走 我就抹去眼泪 看着支付宝约里的钱 露出了冷笑 一套房子和五十万 可打发不了我 他们都以为 我是被赶出家门 却不知一切都在我算计中 我早就注册了小号 加了灵机昌好友 给他编了一系列 豪门姐弟撕逼的戏 引导他发疯赶我出门 因为我需要一个 清静不受打扰的环境 全新投入到学习中 高三第一次月考 我排名年级第四百 第二次月考 我就进入了年级前一百 期中考试 我冲进了年级第四十 可我知道 这还不够 我必须要考入清华 才能和前世的伙伴相遇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的创业路可不会那么顺利 家长会 我替我爸请了假 因为我知道 他不会来参加 只会让继母过来 他要知道 我学习成绩这么好 还不知道怎么做妖 老师知道我家的特殊情况 也没追究 可我妈来了 知道林漫漫排名年级八百开外 分数线连二本都上不了 而我却是班级第一 年级第四十 他又发疯了 那天晚上 林漫漫哭着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你别得意 就算你考得再好 爸爸眼里也只有他儿子 你都被扫地出门了 还没清醒 我漠然删掉了对话框 没有回复他 我一直都很清醒 不清醒的人是他自己 六 林漫漫第二天 是顶着红肿的脸来学校的 不用问 肯定是被妈妈打的 我看他的时候 他回了我一个怨恨的目光 最近他过得很不顺 妈妈越来越像个疯子 苏明和他的感情 也过了新鲜期 开始频繁跟其他女生接触 林漫漫跟他闹过几次后 苏明提了分手 被林漫漫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把戏挽回了 林漫漫之后 就不敢再阻止苏明 跟其他女生来往 还自我安慰 他才是大方 其他人不过是过眼云烟 苏明玩腻了 迟早要回到他这里来 毕竟前世 我对苏明在外面的花边新闻 不闻不问 他觉得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他把更多的时间 用来琢磨如何笼络苏明的心 对学习依然不上心 好几次我忍不住提醒 他好好读书 还会被他嘲讽 爸爸重男轻女 你就算真考上清华 他也不会让你当继承人 弯弯 你还是听我劝 趁自己年轻貌美 找个好男人嫁了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倒是有几分真诚 我也无意干涉他的命运 有些人不撞南墙 是不会回头的 高三的时光过得极快 高考前一天 继母突然要接我回家住 高考这么重要的日子 回家来吧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补补身体 他就像之前的不愉快 没有发生过一样 依然跟我亲亲热热的 我婉拒了两次 因为我知道 该来的迟早会来 我不回去 他也会有别的办法整我 考试那天 他特意早起下厨 给我做了一份精致的早餐 还热了一杯牛奶 我故意大声说 谢谢阿姨 你对我太好了 比我亲妈对我都好 真羡慕弟弟 有这么好的妈妈 林继昌被我惊动了 站在楼上脸色阴沉 继母都吓了一跳 笑容僵硬的白白手 都是应该的 林继昌走下来 一把推开我 坐在桌前 端着牛奶就往嘴里灌 继母脸色大变 一把夺过牛奶 不让他喝 林继昌气的掀了桌子 你都从来没给我做过早饭 凭什么给他做 我吃不成 谁也别想吃 发完了脾气 他就怒气冲冲的回了房 把门摔得震天响 继母只能去重做两份 一模一样的端来 特意把其中一杯牛奶推给我 弯弯 你别跟弟弟计较 他年纪还小不懂事 不懂事 都读出三了 还不懂事 笑话 不过我很乐意看到 他不懂事 这样才会成为我的垫脚石 我故意说 今天不想喝牛奶 给弟弟喝吧 我惊讶地问 怎么不行 他喝一杯就够了 他极力掩饰着慌乱 但很可惜 他的演技没那么好 我把牛奶拿回来 他松了口气 趁热喝吧 他盯着我 生怕我不喝 我故意喝了一口 然后假装被呛到了 喷了他一脸 他赶紧去洗手监擦 我趁机 把自己和他儿子的牛奶调换了 等他回来时 我面前的牛奶杯子已经空了 我喊给他道歉 阿姨 你肯定是要考试太紧张了 我去看看小昌 他上楼去哄他儿子了 我收拾了东西 趁早出门 不出意外 出意外了 林继昌被送进了急诊 精化验 他服了大量烈性血药 我考完回家的时候 就迎来了我爸狠狠一个耳光 跪下 气 继母哭红了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耳朵一阵嗡鸣 半闪后才哭着问 爸 你为什么打我 我爸脸红脖子粗的吼 你还有脸问 是不是你给你弟弟下毒 害他进了医院 我泪眼婆娑 哽咽问 弟弟进医院了 是谁说我给他下毒了 我为什么要下毒 继母又是一阵乌业 满是委屈 我对你那么好 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 你却给你弟弟下毒 你好狠的心 我爸脸色相当难看 抬手又要打我 爸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弟弟还在楼上 我怎么给他下毒 继母真正有词 他早饭就摆在桌上 肯定是你趁我不注意 往他牛奶里下药 要不然你干嘛那么 急匆匆的出门 我深吸了一口气 逐渐平静下来 既然爸爸和阿姨都怀疑我 那就调监控吧 我指了指放在客厅的小玩偶 我怕在家和弟弟发生冲突 解释不清楚 特意放了监控在客厅 听到我说 偷偷放了监控 继母的脸色煞白 她先一步冲过去 把玩偶里的摄像头拆出来 狠狠砸在地上 用力踩它 好啊 没想到你这丫头 心机这么深 竟然偷偷装监控 我又指了指另一个方向 阿姨不也放了吗 如果我没猜错 今天你应该关闭了监控 她再度傻眼 没想到会被我拆穿 还有我房间里那幅画 阿姨也装了针孔摄像头 是吧 继母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爸眯起眼睛看着她 我已经先一步 将手机连接了客厅大屏电视 播放了今天早上的监控录像 画面里 继母往牛奶杯子里 撒药粉的画面 被拍的一清二楚 而我偷换自己和弟弟牛奶的画面 已经被处理掉了 我爸的脸阴沉到了极点 转身甩了继母一巴掌 你做的好事 继母哭得撕心裂肺 你竟然打我 这丫头肯定坐手脚了 她肯定是一早就发现 我在牛奶里下药 故意跟小畅换 说完这句 她又后悔了 我爸被她气得又给了她一巴掌 我说过多少次 弯弯是个女孩子 她不会威胁到小畅的继承权 你怎么就容不下她 继母边哭边骂 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好东西 她鬼心眼那么多 我儿子又单纯 都不过她怎么办 我抹了一把眼泪 楚楚可怜的看着我爸 爸爸 我实在不懂 阿姨怎么就这么恨我 我已经主动离开 她不喜欢我 完全可以不理我 为什么把我哄回来 却在我考试这么重要的日子 给我下药 如果不是我提前准备了监控 那真是白口莫辩啊 她自知理亏 不敢直视我 弯弯 这次是爸爸错怪了你 爸给你道歉 你放心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安心考试 就算你考不上大学 爸送你出国留学 我摇头 不用了 爸爸 我已经成年了 以后你不用管我了 我保留了证据 准备报警 告他故意伤害罪 我知道是告不成的 这只是我威慑我爸的手段而已 爸 为了安抚我 我爸又递给了我一张卡 里面存了一百多万 我同意把那段视频给删了 他耗面子 绝不可能让这种家仇外扬的 我弟中毒这件事 也不了了之 但我知道 我和继母之间的斗争 才刚刚开始 他绝不会轻易放过我 高考刚结束没多久 他就鼓动我爸带我去应酬 他那个成绩 也上不了什么好大学 不如早点跟你去见世面 说不定遇到个好的对象 通过联姻帮到你呢 我爸的公司 虽然做得很大 但根基不深 跟一些真正的豪门比 他就是个爆发户 通过联姻结交那些大佬 他当然求之不得 他说 要带我参加酒会的时候 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 今晚的酒会 很多青年才俊 豪门公子 你可要好好把握 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的确需要积累人脉 酒会上 我遇到了苏明 他身边的女伴 却不是林漫漫 我爸推了推我 苏家少爷不是你同学吗 怎么不过去打招呼 我爸现在没有打算 把我推去陪老男人 而是希望 我跟年纪相当的二代们结交 我跟他说 苏明是姐姐的男朋友 他惊讶极了 看到苏明跟身边的女伴 那么亲近 他连连皱眉 那他怎么没跟你姐一起来 我叹了一口气 谁让姐姐现在的身份 是他家保姆的女儿呢 我爸脸色一僵 咬牙说 我不是每个月 给他打生活费吗 你妈还需要 去给人家当保姆 我吃笑 你还不了解我妈 她的钱都拿去贴补舅舅了 我爸气到说不出话 这下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妈离婚了吧 她就是个伏地魔 心里只有她弟弟 没有我们这个家 我心想 你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自己重男轻女 我跟我姐出生后 她的事业刚刚有点起色 就迫不及待出轨了 林继昌 只比我和林漫漫小五岁 之所以没早早 跟我妈离婚 是因为继母那时候 还是大佬的金丝雀 我爸没勇气 跟那位大佬抢女人 也不知道继母怀的孩子 是她的种 前年继母的金主意外去世 继母拿着亲子鉴定找上门 我爸立刻就着手转移财产 跟我妈离婚娶她 我爸想了想又说 你跟你姐联系一下 让她回头来家里吃饭 我知道她想拉拢我姐 贪腐苏家这棵大树 但恐怕她要失望了 苏明对林漫漫的感情 根本靠不住 林漫漫那脑子 也搞不定苏明的爸爸 更何况 林漫漫带着前世的记忆 恨透了我爸 不会乖乖听话的 但我还是当着我爸的面 给林漫漫打了电话 他果然如我所料 把我爸骂了一顿 让他死了这条心 我嫁给苏明 是我自己的事 他一点光都别想沾 我爸脸色铁青 骂了一句 白眼狼 亏我每个月 按时给他打抚养费 之后 他也没再提这茬 反而鼓动 我去跟苏明多接触 你和你姐是双胞胎 你姐行 你也一定行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摇头 指向了坐在角落里 非常低调的 富家少爷傅思年 爸爸 我更喜欢这位 我爸眼睛一亮 傅家可比苏家实力强多了 傅思年又是出了名的优秀 他比我大三岁 却已经是斯坦福双学位硕士 听说两年前 他已经逐步接受 傅家的产业 还做得非常出色 这样的人 可比苏明那种 玩裤子弟强太多 你搞得定 我爸怀疑地看着我 我笑笑 试一试也不亏 不是吗 我爸高兴地点头 不愧是我女儿 去吧 我端着饮料 坐到了傅思年身边 却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他也没主动搭话的意思 我掏出手机 开始玩我 自己制作的小游戏 他立刻被游戏吸引了目光 这什么游戏 我怎么没见过 就 我就知道他对这个感兴趣 但我只是淡淡地回答 我自己瞎编的 他震惊极了 你自己编的 我点头 继续玩 他也拿出手机 开始搜索 果然没有发现 市面上有同类型游戏 可以让我玩玩吗 他问 我把链接发给他 让他自己安装 不一会儿 他就惊喜说 虽然还很粗糙 但可玩性很强 如果完善一下推出市场 前景肯定不错 那当然 前世这款游戏 可是我公司的王牌之一 盈利能力强得可怕 我手机里这款是简化版的 都是花了我一年时间 才编写完成 能不能卖给我 他眼里闪着商人 才有的精光 我摇头 不卖 他又说 随你开架 我依然无动于衷 不卖 他皱眉 有些失望 我接着说 不卖 但我愿意跟你合作开发 你出资 我出技术 他有点惊讶 大概没想到 我这么小小年纪 不仅有能力 独立制作游戏 还很有商业头脑 他稍微斟酌了一会儿 就跟我交换了联系方式 明天来我公司相谈 我也失去的离开 没再打扰他 没想到 他竟然主动邀请我跳舞 我挑眉看着他 没有接他的手 怎么 不会 我笑了笑 你最好别这样 被我爸看到了 他会把你当金归序 他又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朝他汗手 转身离开 我爸一直偷偷观察我 和傅思年 发现我拒绝傅思年的邀约 很不解 你怎么不跟他跳舞 他今晚还是第一次 主动邀请别人跳舞 我挑眉 充满自信 爸爸 太容易得到的 往往不会珍惜 不是吗 他立刻恍然 用一种赞赏的目光看着我 弯弯 你比爸爸想得要聪明 此时 他还只是欣赏我的聪明 但不久的将来 他一定会后悔 有这么聪明的女儿 我爸以为我搞定了傅思年 没再把我引荐给其他人 我乐得自在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玩手机 苏明竟然主动跑来找我 林弯弯 我没有忽略他眼里 闪过的惊艳之色 却觉得十分可笑 我和林漫漫长得很像 林漫漫天天在他面前 花枝招展的 他不都看腻了吗 我今天不过是稍微化个妆 换了一身礼服裙 就把他惊艳到了 我朝他汗手致意 好巧 苏明在我身边坐下来 你平时老穿着老土的校服 今天突然打扮起来 还挺好看的 我不冷不热的说 谢谢 他见我态度冷淡 竟然也不介意 反而问 会跳舞吗 我摇头表示不会 他却一把拉起我 我教你 说着就把我带入舞池 我不想闹出动静 只能配合他 你跳得挺好吗 刚刚是故意拒绝我 苏明饶有欣慰的问 我瞥了他一眼 别惹我 但苏明今晚上吃错了药 完全无视我的拒绝 贴近我问 林弯弯 你也喜欢我 对吗 我差点被他的自作多情 恶心吐了 你想多了 苏明笑 别否认 你姐妹少在我面前提你 我跟其他女生在暧昧 她都不介意 但只要提起你 她就会发疯 我无心成为他们 play的一环 音乐恰好结束 我推开她 苏明 我和林漫漫在闹 也是亲姐妹 别想在我们之间反复横跳 说完扭头就走 正好时间也晚了 我跟我爸说了一声 准备提前离场 苏明却追着我跑出来 要送我回家 就在这时 林漫漫冲了出来 狠狠推了我一把 不要脸 背着我勾引苏明 苏明觉得很没面子 吼她 你发什么疯 你不带我来酒会 却带她来 你盛世喜欢她 林漫漫哭着问 苏明懒得理她 你别来烦我 林漫漫只好冲我来 抬手就打我 这次我可没惯着她 抓住她的手腕 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少来发颠 你的男人我没兴趣 林漫漫被我打了 哭着看向苏明 她打我 你都不管 你们姐妹俩的事情 我怎么管 苏明满脸写着 对她的嫌弃 林漫漫却朝她 亮出了一张化验单 我已经有了你的骨肉 你要是敢不负责 我就告你强奸 等事情闹大了 看你苏家的脸 往哪搁 苏明傻眼了 她完全没想到 林漫漫会怀孕 更没想到 她竟然会以怀孕要挟她 我懒得看他们之间的闹剧 转身离开 第二天跟傅思年见面 谈了一下合作的细节 她对我的一些游戏理念 非常欣赏 很快就决定 要跟我合作 之后 她就经常喊我出去 大部分都是谈工作 可我爸却以为 我和傅思年谈上了 非常高兴 盼着我能早日嫁入副驾 我继母生出了巨大的危机感 她担心 我找了这么有能力的老公 会威胁她儿子的地位 为了毁掉我的前程 她顾及重施 提前联系好了 年过半百的好色老头朱总 朱总手里握着一块王牌地皮 我爸一直想从他手里买来 我爸亲自跟朱总谈了好几次 但这老东西始终没松口 继母假意要带我出去吃饭 却约了朱总 看到那老头的瞬间 我就知道 继母打的什么鬼主意 因为他就是前世 毁掉林漫漫的老男人 我不动声色地 跟朱总攀谈 不动声色 换掉了我和继母的酒杯 在他喝迷糊之后 把他交给朱总 叔叔 我肚子疼 麻烦你帮我把阿姨 送去楼上休息 继母虽然三十多岁了 但保养得很好 朱总一直都对他垂涎不已 他当然不会拒绝 看着朱总搂着继母 进了房间以后 才给我爸打了电话 爸 我看到阿姨 和一个男人进了酒店 你快来啊 我爸气冲冲赶来 却在最后一刻 停止了敲门的动作 他拉着我 脸色阴沉地离开 我忽然觉得 我爸真牛 为了达到目的 不仅可以牺牲女儿 也可以牺牲老婆 难怪他可以白手起家 在商场上 杀出一条血路 可能这份冷血无情 也遗传给了我 这件事 不许对任何人说 他警告我 我乖巧地点头 知道 他叹了一口气 爸爸也有很多无可奈何 我又点头 他递给我一张卡 我知道 是封口费 再见到继母 他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杀意 却什么都没敢说 显然 我爸也跟他谈过了 他只是偷偷扶在我耳边 警告我 我是为我儿子牺牲了自己 等我儿子当家以后 我一定弄死你 可惜 他等不到那天了 我的高考成绩下来了 当我爸得知 我拿了省状元后 他激动坏了 尤其是一大堆 来采访的记者 询问他的教育方法时 他乐得满脸者子都开了话 对着记者夸夸气谈 还顺便宣传了一下 他的公司新开发的学区楼盘 我这个状元女儿 成了他的免费宣传工具 我并不介意 因为我需要一步一步入侵他的领地 直至彻底将其归为己有 十 大二那年 我和傅斯年开发的游戏正式发布 一经推出火爆全网 我故意放出风声 让我爸知道 这个游戏是我参与开发的 他惊讶的同时 也对游戏这个领域垂涎三尺 游戏多赚钱 他是清楚的 他主动提出要收购我的小公司 并入林氏集团 我同意了 但条件是 游戏业务由我全权负责 他不能干涉 游戏盈利的部分我要分红 我爸自以为占了大便宜 欣然答应 此后我接连推出了几款爆款游戏 赚了盆满钵满 房地产走下坡路了 我的游戏业务成了公司的支柱产业 我在公司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大 在公司被人尊称一句小林总 我爸感受到了我的威胁 竟然把还没毕业的林继昌塞到了游戏部 打着让他跟我学习的幌子 明目张胆的夺我的拳 林继昌狗屁不懂 一来就瞎指挥 大刀阔斧的裁员 网分公司塞自己人 我知道 他想逼我走 我也如他所愿 走了 但带走了三个项目组的核心成员 除了他新招的那几个人 他成了光感司令 公司最赚钱的三款游戏 缺乏核心人员维护 服务器崩了 我爸迫不得已 只能请我回去 我毫不留情地拒绝 爸爸 你想培养弟弟 这可是好机会 我就不去掺和了 免得爸爸担心 我跟弟弟争家产 他只好问我 你说吧 什么条件才愿意回去 不愧是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 没蠢到底 我笑着说 你名下一半股份 不过分吧 他瞪大眼睛 怒不可遏 你这是趁火打劫 爸爸 现在游戏是公司最能盈利的项目 其他业务都在亏损 股份给了我也没给外人 有什么舍不得的 他理所当然地说 公司是要留给你弟的 他那种废物 能守得住吗 我反问他 他终于哑口无言 林继昌无论是智力还是能力 都不足以跟我斗 他退了一步 你办太多了 最多给你四成 成交 我笑着朝他伸出手 他错愕地看着我 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 我看到他眼里的后悔 但来不及了 初而反而只会激怒我 让我彻底撂挑子 他签了股份转让合同后 饿万道 早知道当年就不让你进公司了 天下没有后悔药 爸爸 但你把公司交给我 不会后悔 女儿也可以继承家业 你的思想还是太老旧了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 他不知道的是 我已经从傅思年那里 买走了林氏集团8%的股份 加上他给的40%股份 我已经成了公司最大的股东 在傅思年和几个股东的支持下 一个月后 我坐在了集团总裁的位置上 把林继昌和他双双踢出局 我爸气得差点中风瘫痪 林继昌开车要撞死我 被我报警送进了监狱 我爸求我放林继昌一马 我又趁机要走了他手里两成股份 他恨得牙痒痒 但为了宝贝儿子 也只能忍痛割肉 我的人生一路向上时 林漫漫却滑向了深渊 他没能如愿嫁给苏明 生下了一个女孩 苏家还是不肯给他名分 苏明却宣布 要和门当户对的赵小姐订婚 他发疯去闹 伤到了赵小姐 直接被赵家人打进了医院 当时他已经怀了三个月身孕 流产后 元气大伤 苏明对他避而不见 不闻不问 我妈只会骂他无能 说他痴心妄想 害人害己 把他丢在医院不闻不问 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找上了爸爸 继母得知他跟我关系恶劣 主动收留了他 想利用他来对付我 却不知道 林漫漫也恨透了他 在继母再度提出 让林漫漫去陪老男人 帮我爸夺回公司控制权的时候 他拿刀捅死了继母 十一 我去监狱探望林漫漫的时候 他满脸阴沉 看到我这么惨 你是不是很得意 我摇头 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再惨 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他显然不信 我接着说 我给你请了最好的律师 他会帮你申请做精神鉴定 如果证明你杀人 是因为精神病发作 你就不用坐牢 他这些年在我妈的折磨下 精神早就出问题了 否则也干不出杀人这种事 他震惊地看着我 你帮我请律师 我姐在孤陋寡闻也认得他 他这才问 你为什么帮我 因为你帮我除掉了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也没打算装好人 继母始终是个隐患 他死了 一了百了 没他在背后出谋划策 林济昌那个蠢货 掀不起风浪 林漫漫又问我 为什么钱是你能嫁给苏明 我不能 难道就因为我没考上清华 我笑着摇头 因为你只顾着讨好他 却忘了提升自我价值 男人都很精明 尤其是苏明爸爸那种 叱咤商场的老男人 你没有足够的利用价值 他怎么会让你进门 你本来可以利用 林氏集团千金的身份 跟他加联姻 你却拒绝了爸爸的拉拢 以为靠你和苏明脆弱的感情 就能嫁入好门 你傻不傻 再说 前世我可不只是考入清华 我大二就创业成功 而苏明却是个 只会玩女人的花花公子 他需要我这样的儿媳妇 帮他打理公司 林漫漫彻底沉默良久 忽然笑了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选择 赢了你是什么 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他仿佛被人一锤打蒙了 许久没有回神 最后吐出一句话 果然还是我太蠢 怨不得别人 我问他 如果再重来 最想做什么事 他想了想 说我想进军时尚圈 我喜欢漂亮衣服和美妆 我微微点头 好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吧 或许以后用得着 这算是我最后一次提点他 如果他依然明完不灵 那也是他的命 精神鉴定结果出来 林漫漫患有严重的躁郁症 和精神分裂 并且律师也提出 给我妈做了精神疾病鉴定 最终结果是 我姐遗传了我妈的精神分裂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需要入院治疗 在治疗期间 她听从我的建议 努力学习服装设计和彩妆知识 还创作了不少 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出院后 我给了她一笔钱 送她出国深造 又过了几年 她在时尚圈闯出了一番名堂 创办了个人品牌 在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步入中年 42岁的她 却比18岁的时候 更具有魅力 自信从容 浑身散发着 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整个人闪闪发光 见到我 她大大方方的拥抱了我 谢谢 不客气 我拍了拍她的背 再后来 她的品牌发展到了国内 为了回报我 她主动把公司 并入林氏集团旗下 服装和彩妆 后来也成了林氏集团 最赚钱的项目之一 我和林漫漫 也被网上戏称为 林氏双明珠 很多年后 我们都老了 她又一次问我 当年为什么不寄钱 嫌帮她 我叹了一口气 无奈说 因为这已经不是 我们第一次重生 之前的每一次 你一死 我也会跟着死 我实在累了 不想再一年早逝 她先是恶然 随后笑着捶了我一拳 我就知道 你这丫头冷血无情 绝不会无缘无故帮我 我也跟着笑了 她忽然收起笑容 真诚地看着我 弯弯 谢谢 能和你成为姐妹 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她不知道的是 我刚刚那个话也是编的 我帮她 只是我深知 我和她都是被原生家庭 逼到绝境的可怜人 我选择逆流向上 她选择玉石俱焚 我们没有理由 非得斗个你死我活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晚安